我们挑了27个B站的资深up主 爬取了他们的视频评论 搞下来了长达15年 超过100G的B友评论 这么长时间 这么大量的历史讨论 会挖掘出什么有意思的发现呢 大朋友们请坐 好看的小老弟小老伴也请坐 我是林毅 B站成立呢 已经整整15个年头了 当年呢 有个沈亚好像说过B站 可能会倒闭 但绝不会变质 那今天呢 咱们就从这些年的B友评论里 挑的个100G出来 让算法呢 也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 看看阿B这一路 到底是变还是没变 其实一开始我们团队想做的呢 只是一个B站评论区的 可视化分析工具 让算法呢 把视频下面的评论 汇总成一张磁云图 一目了然 看到大家都在聊点啥 比如给B站七周年的视频 做个处理 大家的情绪啊 探讨的话题啊 吐槽的毛病啊 一眼呢 就全看明白了 当时就想着呢 把这工具做出来 卖给up主 这不就赚点钱吗 但测试的视频呢 越来越多之后 我们就寻思呢 干脆整大点 整它几千几万个视频 研究员就历年 咱们B友这个大群体聊的东西 挖掘一下里面的规律 蹭一波情怀 一开始呢 我们想的就是往大了稿 直接爬整个B站 大家可能知道B站每个视频呢 都有个独一无二的序号 叫BV号 但再往前呢 当年的视频编号是叫AV号 AV号呢 是一个一个往上累加的 而且很多视频的BV号呢 也还是能转回到AV号 所以呢 我们就想按视频的编号来便利 从第一个视频一直爬到最后一个 数据量太大的话呢 可能就每十个或者一百个取一个 但仔细一看呢 还是不行 现在B站的视频量呢 已经比当年大太多了 BV号转回去 也已经不是按顺序来了 因为现在的视频量呢 根本排不过来 然后我们又想到了B站的网页端 我是14年开始刷B站的 那可是B站的美好年代 那时候呢 想挖坟也就是往回翻老视频呢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非常简单 就往回翻页就行了 我印象里呢 你直接就能翻到每个区最早的一个视频 那按这条线往下 均匀的隔几页抓一个视频 不就也把整个B站给扒下来了吗 可实际一看呢 又不行 还是现在视频太多了 知道你翻不过来 B站呢 现在连翻页这个按钮都没有了 所以最后呢 我们也认了 就选了27个上岁数的老UP主 都是传了很多年视频的 行的呢 就拿他们凑合一下 应该呢 也能有点代表性 结果我们也没想到 把这帮老东西的评论区一跑 夸查一下 就是100多G的评论区数据 咱B友在评论区啊 是真的能到 当然干数据挖掘 那数据肯定是越多越好 我们一想这么多数据呢 那肯定能挖出不少宝 把分析程序一跑 太棒了 B站这么多年最流行的热点 终于让我们给抓住了 好 啥呀 全是好 哈哈哈哈 真的 说这些虚词 啥有用的信息也看不出来 这原因呢 也很简单 我们没限制分词的长度 所以词语呢 就被这些稀碎的常见字和词 给沾满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给词的长度 加了个最低限制 只有长度超过四个字的词 才会被算起来 然后我们又按年份 把评论做了个划分 把每一年的评论 都单独生成一张词语图 这回呢 就终于能看出点东西了 我斗胆给我们选的 这27万up主 这么多年的评论区的 合集做个总结呀 就是催更贯穿始终 抽奖一军突起 对up主更新的激动之情呢 始终贯穿着 这15年来的B站评论区 从10年的更新这么快 终于看完了 到后面每年都会出现的 终于更新了 每一年呢 都能看到大家 对up主更新视频的欣喜 恨不得呢 让他们成为生产队的驴啊 一天更新个347视频 然后呢就是抽奖 当我们把词云按年份划分开之后呢 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和抽奖相关的评论 呈现了一个很明显的 先高后低的情况 在15年之后的词云里呢 大家为了拉低中奖率 所做出的努力呢 是越来越明显 但是从19年开始 抽奖相关的词 就突然凉下去了 甚至快看不到了 后来呢 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呢 出来输出自己身上 我翻了一下B站的客户端更新记录 除了切西瓜和鹿猫 在2018年的时候呢 B站客户端更新了动态抽奖功能 这样一结合呢 信息就对上了 为什么抽奖评论会变少呢 那是因为过去B站 没有做专门的抽奖工具 up主想要给大家发一些福利呢 一般呢 会让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然后用一些第三方的抽奖工具 来给大家发福利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拉低中奖率之类的发言呢 就在15年之后逐步增多 一是因为参与抽奖的人多 二呢 是因为这些抽奖活动 各个区的up主呢 都在搞 在评论区里搞 而且啥话题呢 都可以带动抽奖 总量也大 因此呢 才会和崔庚一起 占据了慈云的半壁江山 但是吧 野路子呢 也总有被招安的一天 或许呢 是叔叔自己也觉得 视频底下都是求抽奖的 不太好看 这事呢 到底还是需要一些规范 于是就引入了正式的 动态互动抽奖功能 从此以后呢 大部分抽奖相关的评论 都会挪到专门的动态底下 在视频底下留言抽奖的情况呢 就大大减少了 这事呢 也给我提了些 那就是咱们现在用的分刺方法呢 其实还不够完善 会导致一些万能评论 占比过高的问题 比如像终于更新了这种词 它呢 经常出现 但我们并不知道 这五个字对应的 到底是哪个具体的东西 是讲手机的视频更新了呢 还是科普生理小知识的视频更新了呢 所以为了把大家具体聊的话题 也挖出来 我们决定用N1R命名实体识别 对数据呢 再加一步清晰 它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对一句话进行拆分 然后从里面呢 自动提取出来 比如说像人名啊 或者地名之类的元素 就像是硬币分类集一样 我给钱的时候呢 只是要负责投币就好了 一把硬币混搭着丢进去 在里面呢 就成了整整齐齐的 按五毛一块分好类 这样呢 我们也不用像之前那样 加五个字的限制了 即使是短语 也只有真正有意义的词语 能通过命名实体识别的审核 所以我们就设了地名 人名 游戏名 场景名 公司与组织名 还有电影书籍 这六类实体 重新跑了一遍分析 这回跑出来的结果 就更有意思了 就拿公司与组织名 这个维度来说吧 视觉对比非常明显 最开始10年的时候呢 大家几乎不咋在 B站的评论区里聊公司 这个数据呢 甚至都没总结出来 但是到了2024年的当下 这个维度几乎要被塞爆了 这个前冷后热的反差背后 可以说呢 就是B站数码区的崛起 咱们从前往后看 在1213年这些时候呢 可以看到谷歌被提到的 概率非常高 但这儿这个谷歌指的呢 其实并不是远在 北美的谷歌公司 而是因为一位 游戏区up主黑桶谷歌 而出开这个干扰箱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在B站的早期 大家评论区里 提到最多的公司 居然是优酷 这就给我一种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感觉了 别看优酷现在没声了 但是在当年 可以说优酷和土豆 才是视频网站的主流 实际上用户自己 做视频上传这件事呢 这俩网站也比B站要早 很多早年在B站更新的up主 比如黑桶谷歌啊 中国boy这些呢 其实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除了让用户上传视频以外呢 当时这些网站 为了争夺自家的领先地位 那也是在版权问题上 打得不亦乐福 今天你说我倒播 明天呢我投诉你新权 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些斗争呢 也是促进了 后来打版权时代的展开 只不过谁也没想到 最后呢 B站成了大赢家 他喊着什么无广告啊 什么二次元呢 一个偷袭 神不知鬼不觉 夸杀一下 就长成了庞然大物 之后呢 大家聊的公司也在慢慢变多 很多我们熟悉的厂商呢 也开始慢慢出现 但到了17年 这块词语呢 发生了一些突变 观众们对数码厂商的热情 大大提高了 前一年呢 大家还在稀稀拉拉的 聊聊腾讯 淘宝 索尼 玉璧 网易云这些公司 转头呢 就被小米 华为给覆盖了 咱们熟悉的很多硬件厂商 突然都冒了出来 叫什么三星啊 华为啊 小米啊 这些公司在B站的讨论度呢 是巨额上升 这是为啥呢 三星我大概能猜到原因 盲猜呢 就是碰上那两年的 弄的气爆炸了 咱就别管评论的是好是坏 你就算量多不多吧 但是其他手机厂商是为啥 小米 华为也没爆炸呀 是因为买的人多嘛 我搜了一下 2017年的手机出货量分析 华为呢 或许排第一 当得起 但是小米论销量呢 只排到了第四的位置 想来想去呢 我觉得原因可能就是 B站的搞机氛围太好了 那时候呢 我还在上学 有的是时间折腾 没少研究刷机啥的 那当时呢 就都是对照着B站视频来操作 所以对小米来说呢 虽然它整体的销量没有那么多 但是呢 可能它的销量里 就有很大一部分用户 都聚集在B站上 所以大家呢 唠的也多 当然除了华为卖的多 小米刷机讨论量大以外呢 关于为什么是17年 这个时间点开始 关于手机厂商的讨论内容变多的呢 其实我还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那就是这时候的B站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 都逐渐开始成为了 手机厂商内容营销的战场 先问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过去十年 咱们国内那一年 卖出的手机数量最多吗 答案呢 是2016年 而从17年开始 智能手机出购量呢 就出现了第一次的周期性下滑 甚至跌到现在都还没缓过来 这两个数据一对照 那就很有意思了 在销量增长的时候呢 大家对手机厂商的讨论 其实并不多 但是当销量开始下降 卖不出货的时候 大家呢 反而更喜欢在B站讨论手机了 是大家在17年之后 突然更喜欢用B站评论了吗 那肯定不是 看其他几朵次云图呢 他们的数据变化量都是很均匀的 只有公司这个维度 以17年为计 前后讨论的密度 几乎是两个水平 或许呢 正是因为手机市场的增量见顶了 所以才导致了 在B站关于手机的讨论量增加 厂商呢 是这样的 用户只需要闭眼买手机就好 厂商需要考虑的就多了 不管是好好做产品 还是和友商打抠水仗 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对厂商来说呢 他们需要一个内容营销的战场 在过去呢 可能是微博 当时的微博呢 也比现在火的多 火药味呢 也重的多 别看雷总现在每年开发布会 都是稳稳当当的讲励志故事 当年呢 他可是让同事专门研究过 怎么和周鸿一打架的 就在朝阳公园啊 甚至说怎么站位 怎么撤退都定了方案 显化到了后来的黑公关事件 每天呢 都有不一样的乐子 可以给大家吃光 当时在数码区的流量呢 或许在微博上 已经接近饱和了 所以说对品牌公关来说呢 他们可能也想要找到 一个微博之外的阵地 来继续宣传 而当时的B站上的人 又年轻 又喜欢讨论数码产品 或许呢 就天然的成为了 内容营销的下一个战场 为了佐证这个歪理呢 我又换了一个方式 来处理了一下这些数据 这次呢 我用上了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 另一把地区 词供线网络 和固定分类出名字地址 这些信息的命名 实体识别不一样 词供线网络呢 能自发的分析语句 找到那些关联度非常高 也就是容易出现的词 举个例子呢 比如大家经常在评论区里头 刷王老菊懂事上 那词供线网络呢 就会判断这两个短语之间的 关联性非常高 然后将它们呈现在 同一张词云图上 通过这种方法 画一张2017年评论区的 雌云图呢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大家对这几家数码厂商的讨论呢 都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水入交融 虽然我没看具体评论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一想到这几家公司 被人同时在评论区提起 我就已经能闻到火耀味了 但不管怎么说 这些厂商的神仙打架呢 某种意义上 也促成了B站数码区的崛起 让B站呢 也成了看新品评测的 一个重要去除 那除了关于公司的讨论呢 B友们在游戏方面 这多年来的输出 也呈现出来了一些 很精彩的规律 咱们可以先整体过一遍 这几张词云图 再来一句话总结 单机游戏 贯穿始终 刀路远 来去之间 B站的游戏氛围呢 不用我多说了 早在1011年的时候呢 就有不少人在评论区里头聊游戏了 那几年呢 还是以单机游戏为主 像这三无双5 生华危机6 鬼戏啊 GTA啊 《约杀原型2》 《英雄无敌》 那一个不是美好和异的 在那个Steam国区生态 还没有成熟的年代呢 或许也有不少朋友和我一样 是在那批游戏区 UP主的带领下 开始了解到丰富多彩的单机游戏 当年大家呢 还会在评论区 聊游戏背后的故事 在弹幕里呢 交流自己的过关心得 对还在上学的我来说呢 最下饭的佩菜 不是老干妈 而是UP主们做的游戏解说 除了这些单机游戏以外呢 像《英雄联盟》 《刀塔》 《《盛亡先锋》 还有《CSGO》 这类网络竞技游戏呢 也开始逐渐出现 《原神》呢也出来了 他们的寿命呢 在雌云上其实就比较长了 单机游戏呢 或许两年就会换一批 但是这些长线游戏 却能保留比较长的时间 连续好几年都持续的出现 不过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 这儿呢 少了一个关键游戏 就是送B站上市的二次元游戏Fate 我觉得呢 这也能反映出来咱们的数据 也是有很明显的局限性的 我们挑的这些up主呢 在全B站的体量面前 也只是很小的一个数据点 并不能真正涵盖 整个网站的所有规律 而且在方法上呢 除了雌云 应该也有更多的分析策略 可以挖出来更多有意思的东西 这些呢 我们都还会继续完善 有新发现再和大家分享 行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了 我是林毅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 暑假我们会在深圳 举办一场好玩的 AI项目开发大赛 叫AID 大致计划呢 就是咱们做点好玩的项目 就像我这些视频这样 不追求有啥用 主打一个乐 然后定个日子呢 咱们齐聚深圳交流认识一下 大家互相交流 了解一下各自的技术和创意 一起把最好玩的项目选出来 我再录个视频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进国网链接先报个名 看看具体规则 有机会的话呢 咱们就深圳先下见了